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2021年的星座运势 木星跟土星会在2020年的年底呢 转换到水平座 那2021年的木星和土星呢 其实呢,都会在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水平座啦 那木星有一段时间会走入双民座 在2021年呢,整体的情况应该是会和2020年呢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形啦 那因为木星和土星的位移呢 会对于12个星座呢,各自有不一样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也会慢慢的呢 在每一个星座的运势部分上面呢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 那来讲年度运势的部分呢 都会是以比较长的 比如说大概三四个月的这种星象为主 那比较细部的 比如说一两周或是两三周的这种运势的话呢 我会在每一个月的这个星座运势的部分呢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 那如果要看比较仔细的星座运势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每一个月的月底呢 记得到我的频道来看我所推出的 下个月的星座运势的预测影片哦 那我知道其实蛮多人呢 对于太复杂的单星术语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啦 所以呢 我会尽量就是在年度的星座运势上面 不讲到那么多的单星术语 听起来不会那么复杂啦 那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说 在这一年当中呢 什么地方是要特别小心的 那什么地方呢 是有特别的好运 你要好好的把握哦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雀儿星座的你呢 在2021年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吧 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金座座朋友们呢 在2021年的星座运势 首先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整个2021年当中 对于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职场上面会是有一种 让你有一点无所适从的情况 会让你需要一直去调整一些工作上的步调 主要是在这一年当中呢 其实是好坏参半的一年 就是好事会发生 但是压力和一些状况 还是会一直出来 那对于很多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可能会觉得老板的脸色呢 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每天都不太一样 记得在这一整年当中 一定要会看老板的脸色 就会让你少吃很多的亏哦 那在整个2021年当中 对于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你是有生殖运的哦 有一些金座座的朋友们呢 是还蛮容易升到一个 让你还蛮满意的一个位置的 那在升职上去之后 可能开心不到两三天呢 就会感觉到压力 不断的接踵而来哦 会让金座座的你呢 在这一整年里面 虽然很开心自己升职了 但是呢 肩膀上的压力和责任呢 却变得越来越多哦 会让你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过大 有点扛不住的感觉 那升上去之后呢 金座座的你就要记得一句名言 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哦 你就要去扛这些压力 跟负担这些责任哦 那职场上的金座座呢 之所以在今年会有升职的机会呢 主要是因为你在专业方面的长才 可以发挥的非常的好哦 那当然呢 我也不否认有一些金座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年当中 可能会有转换跑道 而你的升职 也有可能是别人挖脚你过去哦 所以对于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年 你的表现是很好 是会被别人看到的 那在职场的实际的执行方面上面呢 你和同事之间互动上呢 和女同事之间的互动 会比男同事好 而且很多女同事其实是会给金庸座很多帮助的哦 也就是说在职场上呢 今年女生是你的贵人 另外就是呢 对于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如果说呢 你的工作只有分早晚班的话呢 你做夜班会比你做日班来得更加顺利哦 那在职场方面呢 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呢 还是跟主管相处的这一块上面啦 对于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会是难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哦 在这个2021年的前半年呢 你会明显的发现主管个性就很稽车 而且难搞 特别是在5月中旬到7月底这段时间里面呢 是个性特别难搞 特别难处理的时间点 所以呢 在面对主管的时候呢 如果主管就是脾气已经很不好了 脸色已经很差了 你要看对风向 不要再去忤逆的主管哦 因为呢 当你的主管脸色已经很差的时候 你又再去讲一对543的哦 你的主管呢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对你的态度非常之不好 所以看到主管脸色差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 你要记得闪远一点哦 那在2021年的9月之后 就是9月10月11月12月 金座座的朋友们 你的个性是有一点叛逆 甚至于呢 对于主管的话呢 其实属于呢 完完全全就是不太想听的一个状况 那和主管之间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争论 和不愉快的地方发生啦 那当然你有你的坚持 可是主管有主管的想法哦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比较容易被主管修理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一整年当中啦 面对主管的时候呢 你就真的不要这么固执强硬 也不要太过叛逆 对你来说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在整个2021年当中 有一些金座座会发现 在职场上面的口舌是非常蛮多的 特别是有人讲一些不实的谣言 可能会去重伤你之类的 那该辟谣啊 该说清楚就要说清楚哦 千万不要默默承受 因为默默承受的话呢 这些谣言继续传下去 对你的伤害是会还蛮大的哦 那在这一整年的工作表现上 如果你一旦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呢 你在工作上的出错率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说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 金座座的朋友们呢 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才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哦 接下来呢 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2021年当中呢 对金座座的朋友们来说 除了正值收入以外 你的副业或减值收入 是会赚得很多 所以说呢 在赚钱的这个数量方面来说 对金座座而言呢 是会让你眉开眼笑还蛮开心的 那特别是 如果说你有在做不动产投资的话 其实金座座的你在2021年当中呢 可以利用不动产投资的部分呢 为你赚进更多的钱哦 那在不动产房地产这些投资以外的 理财投资方面呢 金座座的你 其实在这一整年当中 因为投资相当的精准 脑袋转很快哦 所以呢 在整体的理财投资方面 获利是会让金座座的你呢 可以说是眉开眼笑 相当的开心 那金座座的男生 会比金座座的女生 在这方面赚得更多哦 不过在投资方面呢 我还是要先提醒一下金座座的朋友 在这一年当中 你是会有过度贪心的情况 那就会有偷积不着18米的情形发生 在今年虽然说投资以财运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已经赚了一个 你已经可以接受 而且还蛮满意的数字的时候 钱呢 先入贷 尾安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金座座的朋友们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花钱还是会花很多的哦 主要是你身边的一些财务上面 可能有一些折旧更新的情况发生 像是比如说你要换新的手机啊 你要换新的电脑啊 你什么东西要换新的 有些东西家里面的家电 就是不堪使用 你可能就是要买新的来替换 那这些大大小小的钱加起来呢 其实会让你在今年当中花上不少的钱 那另外一个呢 会让你花比较多钱的一个情况呢 是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会有一些意外开销 或意外的花费哦 主要是呢 你的财务可能有被偷被抢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上面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要多多小心哦 那另外有一些金融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整年当中 是比较容易被开到一些交通罚单的 那可能是你不小心违规的情况下呢 哎 罚单就来了哦 所以对金融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年当中 如果你要避免这些财务上的破财情况发生的话 第一个就是出门的时候财不露白嘛 你东西一定要看好看紧哦 不要让这些东西 可能有发生被偷被抢的情况 另外呢就是开车和骑车的时候呢 遵守交通规则 自然就比较不会有被开发单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呢是学业好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金融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一整年里面呢 大考的考验在六月下旬到九月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基本上是来到这一整年的高峰啦 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有大考的话呢 只要你好好把握多多努力的话呢 这样就可以拿到很棒的成绩 那如果说呢也是需要做实验或写论文的金融座同学们的话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你在这个做实验和写论文方面的进度和成果呢 都会是让你相当的满意的 那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哦 如果说你是念体育班的金融座同学们的话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有任何的比赛或是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呢 都要记得不要太过的激烈哦 因为太激烈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受伤的哦 接下来呢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在2021年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对金融座的朋友们来说 总平均来说桃花运真的不算好哦 比较容易认识的对象 多半可能是呢 年纪跟你有一些差距 可能年纪比你大很多 或者是呢 好不容易是好对象 但问题是呢 他可能是跟你住的地方距离是比较远一点的哦 就是属于这种远距离的桃花 那对于金融座的你来说呢 就会比较伤神一点啦 那不是说金融座的你在这一整年都没有好对象出现哦 好对象比较容易是在6月下旬 一直到9月底这一段时间当中出现 那特别是呢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聚会 或是使用一些交友软体 或是网路社群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认识好对象的哦 那我还是要提醒金融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整年当中哦 如果说啦 你想要追求某个对象的话 你态度要放温柔一点 有时候你可能会太过紧张 那会变得是你太过僵硬 或者是呢 你讲话就比较无趣一点 那会让对方对你呢 减少兴趣哦 所以你要培养一下你自己的幽默感 还有温和一点的态度 会让你所喜欢的人 对你呢 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那当然感情呢 就比较容易会有发展 可是如果你就还是硬邦邦的那种态度 去面对对方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一年呢 你喜欢的对象 恐怕呢 都不太喜欢那种 太硬太冷的一个态度 那让自己多一点幽默感 基本上在感情方面呢 会比较容易有发展哦 那我们说在这一年当中呢 桃花运不算好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呢 大概在七月之后 就烂桃花会陆续浮上水面 那这些烂桃花呢 主要都是属于比较有嘴滑舌 或者是呢 特别边谎话骗你的对象 那这些对象基本上 都很会讲一些甜言的秘密 去逗金牛座开心啦 那讲出来的话里面呢 可能呢 就是三分真三分假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暧昧的话 所以我会建议金牛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不想要被骗的话 特别是在2021年七月份之后呢 你要特别呢 去小心确认一下 这些对象对你说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话哦 接下来呢 是爱情婚姻好家庭的部分 其实在整个2021年当中呢 金牛座你在爱情啊 婚姻这一块的运势 不算是好的 主要是因为呢 你会把比较多的时间 放在工作上面 那相对来说 你就比较容易冷落你的情人 或冷落你的老公老婆 那我会建议金牛座的 你下班之后呢 有一些情绪 跟有一些觉得不愉快的地方呢 就要先放下哦 回到和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基本上这是一个 让你放松的机会 不要再板着一张脸 或是很生气的回来 一直讲你在上班的时候 多么不开心哦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其实是下班之后呢 你们可以一起呢 比如说去运动啊 或者去哪边玩啊 约会啊 把心情做一个转换 抒压放松 这是比较好一点的 至少你会带着你的另外一半 去做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事情 那感情也会因为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那在感情的经营这一块上面呢 金牛座的你呢 还有一个部分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是你在这一年当中呢 面对另外一半的态度是比较强硬 而且比较容易吃醋 占有欲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你在2021年呢 是容易管很紧 而且又不够浪漫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 压力是还蛮大的哦 这对你的感情上面来说呢 是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的 在这一年当中呢 还是尽量温柔一点啦 这样对你的婚姻和感情呢 会是比较好一些的哦 那对于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其实你在床上是还蛮有梦的哦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当然就是建议金牛座的你呢 今年就是在床上的互动上面 可以更加主动热情一点哦 这会对于你经营感情 还有经营婚姻方面 会有更多的加分 如果说你真的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 也做不出什么关怀的动作 那在床上呢 就多发挥一下呢 你的体力跟你的哲情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深刻感受到呢 你对他的爱 还有你很需要他 那对于感情方面来说呢 多一点亲密关系 当然会让你们更幸福更甜蜜哦 那在这边呢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金牛座的朋友们 就是呢 其实你在2021年当中 你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诱惑跟勾引 这些诱惑跟勾引是会害你想要投赤跟劈腿的 那当然为了你的婚姻跟感情好呢 这些对象呢 是能拒绝就拒绝啦 那对于已经有小孩的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亲密关系是相当的好的哦 而且小朋友基本上还蛮听话的 所以呢 金牛座的你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可以和小朋友之间呢 多一点互动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一个亲子关系 那如果说之前跟小朋友比较疏远 或是跟小朋友比较没那么熟的话 在这一年当中呢 和小朋友多一些互动呢 会让你和小朋友今天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对于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要特别注意的情形就是呢 你比较容易有头痛撞到头的一个情形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 我会建议金牛座的你呢 就尽快去找医生做检查哦 那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 特别是很爱美的金牛座哦 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你比较容易使用到一些 会让你的皮肤过敏或不舒服的一些保养品 或是化妆品哦 在使用任何的保养品和化妆品之前呢 你都要先确认一下 这些东西会不会造成你皮肤不舒服 如果有任何的过敏 或者是什么皮肤红肿的情况的话 尽快去找皮肤科医生帮你处理哦 那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的是 你比较容易会有撞伤 甚至于比较严重的时候 会有骨折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呢 如果跑跑跳跳啊 或者是有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肝功能比较差一点哦 所以会建议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年当中呢 尽量就是少喝酒 也要减少过劳的情形 那整体来说呢 2021年呢 金牛座朋友们的健康运和交通运呢 都算是中等的 也就不用太过担心咯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 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非常欢迎你呢 在底下留言 和我聊聊有关 星座相关的话题 那当然呢 也非常欢迎你 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 我是阿婷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